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庄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米食料 这是一道美味的家常点心 餐名叫做烧马薯 要怎么煮才会香甜扑鼻 口感软Q 现在告诉你 影片喷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经过来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 订阅 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准备的食材有 糯米粉300克 冰糖30克 二砂糖70克 花生粉60克 糖20克 糖20克 调花生糖粉 备一个内袋 花生粉60克下来 糖20克 我们利用内袋来拌匀 要保有一点点空气 然后就这样摇摇 好 摇摇就均匀了 这样就完成了 花生糖粉 然后糖粉可以随着个人喜好的甜度做增减 制作糯米饮子 糯米粉300克 这里水的总量 240克 我们现在要做少量的饮子出来 所以水加进来 不用多加一点就好了 然后手抓一下 就这样抓出差不多30克左右的糯米饮子 这个就是糯米饮子 好 抓出饮子后 下一个动作 备一个手锅 烧一锅水 开火 水烧开了以后 糯米饮子下来 好 我们要把糯米饮子煮熟 所以要煮两分钟 时间到了起火 煮熟 煮熟了这个叫糯米饮子 第二叫糯米饮子 现在捞出来 要来揉面团 糯米饮下来 放Ho Aim 糯米饮子 煮味粉 加这个粿粿的木 ens helped make the garlic Clement 做出来的糯米饮子 对asiuğ 慢一点嚼姨 Vai更软珀 magnesium важ一点糯米饮子 然后水要再多加进装 水 再加进来 剛才有加一點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些水慢慢的加 水邊加邊揉 水再繼續加進來 揉到像這樣子三光就可以了 手光 麵團光 鍋子光 現在開始來塑形 大約抓差不多這個大小 看要吃多大顆都可以 搓成圓球狀然後再壓扁 這樣子 麻薯的大小 隨自己的喜愛而定 好這樣子 好搓完了以後準備下一個動作 背一個湯鍋 冰糖30克下來 開火 轉中火 把冰糖加熱至溶解 好 冰糖已經煮出香氣呈現琥珀色的 這個時候 熄火 溫水1000cc 慢慢加下來 不要一次倒 要用溫水 油 好然後再全部加進來 好然後再全部加進來 再開火 煮至沸騰 再開火 煮至沸騰 去掉表面多餘粉末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糖水的清澈度 煮至沸騰 風半蝦 那邊冷靜 我們中割 焦了一份 如果他有 culmination 火會吐司 καever 水100 oral 火 Вам以上 人物多餘 时间到了 熄火 这样就是麻糬了 好 捞出来 麻糬下来 沾花生糖粉 好 盛盘 底下再铺一点花生糖粉 麻糬再下来 可以再多撒一点花生糖粉 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烧麻糬 美味绝窍重点说明 糯米粉加入国饮 螺成面团 口感更Q弹 冰糖炒至琥珀色 再加入二砂糖煮糖水 色泽香气更足够 煮透后沾满花生糖粉 香气扑鼻软Q微甜超美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去吧